台中風源這一家深入波士頓派 每個月都可以賣出破千個 非常受到歡迎 在今年更獲得AA純球純粹品味評鑑 全台唯一二星與三星殊榮 老闆張玉瑞和太太陳奕宏 原本分別在科技業和金融業 但十年前張玉瑞家中遭逢變故 讓他選擇創業投入烘焙業 雖然闖出一番成績 但責任心重 追求完美的他 卻因此心裡生病了 好在太太一路不離不棄的陪伴 更復刻童年記憶製作波士頓派 從中獲得療癒 波士頓派它除了蛋糕體要綿密 有些食物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內餡的鮮奶油 不能太甜 更不能有油膩感 我們是全然使用 奶素的動物性鮮奶油 追求完美 近乎苛求 這是老闆張玉瑞 對波士頓派的堅持 因為裡頭承載了許多 他的童年回憶 波士頓派對我來講 因為從小就有吃了 而且吃很多 因為我有一個非常尊敬的親戚 他對這方面很擅長 那隨時垂地都可以吃 不管是在開心 或是品緒低落的時候 一直陪伴著我們長大 沒有時下蛋糕華麗造型 軟綿綿簡樸外表的波士頓派 卻是歷久彌新的世界著名甜點 加上張玉瑞和師傅們 上百次的試驗與調整 外皮鬆軟綿密 內餡式香濃不膩的 深入鮮奶油 獨一無二的風味 讓他們的波士頓派 受到許多甜點愛好者 或是公司行號青睞 每個月都能賣破上千個 波士頓派本身是一種氣風蛋糕的類別 它非常重視蛋黃蛋白的打發 它非常的精準恰當 否則打發過度或是不準 都會使蛋糕體坦塌 或是有很多的皺紋 從最初蛋黃和蛋白的打發 就是一門學問 過於不及都無法造就波士頓派 那完美的圓弧形 波士頓派它本身就很單純一套 平底的烤盤 所以說它的精準的配點 加上很好的技術力 才能辦法呈現個圓弧狀 這經典甜點源自於19世紀的美國 後來隨著美軍帶來台灣 那時張玉瑞他的家族長輩 所製作販售的波士頓派 可說是蜂蜜拳台 他也是從小就迷上這滋味 四五十年前我家屋中 非常敬重的長輩 他從美軍俱樂部 去學波士頓派的配方以及祕訣 那其實是台灣的首創 第一位做波士頓派的 那時候市面上 幾乎找不到第二甲 波士頓派 其實小時候的記憶 並沒有讓張玉瑞 因此開始學習做糕點 他出社會後在科技業工作 幾年打拼下來 也擔任了主管職位 不過人生總是會碰上 幾件意料之外的事 讓張玉瑞大約十年前 轉換跑道走進烘焙業 我離開產業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來創烘焙業的創業 第一個是因為我女兒會悲悲 她小時候就喝某個牌子的堅鍋飲 就有效 那就想說 既然那個有效 乾脆直接做堅鍋塔 它的膳食纖維更是豐富 除了說它的營養成分很高以外 第二是因為我家族成員 因為某種變故導致負債 那當初那時也家中 把家中的土地賣掉 去平了那個負債 我所剩一些錢 就全部投入創業當中 就這樣 她扛起家中重擔 一個個獨創的新型堅果塔 就是她創業的第一個品項 雖然做出不錯的成績 但過程是外人難以想像的艱辛 第二年她的心裡就生了病 她其實本身是有那個躁鬱症 對 所以躁鬱症 其實她背後的形成原因 就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在我家裡發生變故的時候 給我造成很大的壓力 然後其實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我有很多的焦慮 一直在規劃 播化未來 自己的自我期許也非常的高 對自己會追求完美 因為現在大環境變化太快了 以前是數十年一變 現在網路環境 網路行銷 事實上大概六個月一大變 三個月就一小變 所以說要很高節奏 快步掉 所以說也導致我生病 這樣子嗎 對啊 我們先把它撐著脫模就對了 對 而從事金融業的太太陳奕宏 原本一直遠遠默默的支持著先生 讓張宇瑞的情況穩定了好一陣子 直到近年新冠疫情爆發 烘焙業生意也遭波及 富有責任心的張宇瑞 想到員工們五六十個家庭的生計 就算咬牙跟銀行貸款 他都不願意裁員或減薪 也因此龐大壓力襲來 讓他的病情再度復發 因為他在大概前年吧 前年的時候其實 那個躁鬱症又開始 就是又要發作了 對 發作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會有需要住院 那是表示已經跟生命有關係的狀況 對 所以我當下其實有一天晚上 我就忽然想到這一點 我其實 我其實很難過 就是說 我很精神面的在支持他這個工作內容 然後他其實更支持我做我喜歡的事情 所以他從來不會要求我 就是說回來幫忙吧 所以當下瞬間我還想通之後 我隔天就跟我主管寫著說 不好意思 我要離職 义無反顧 陳奕宏離開喜愛的金融業 加入先生的烘焙團隊 協助公司規劃 行銷 用他的開朗 樂觀 陪伴先生走過每一個低潮時刻 對我而言大部分的事情是挫敗 但是對他像他這樣完美主義的人 他會認為那是失敗 挫敗跟失敗不一樣 失敗是你就整個都必須重來 沒有回頭路嘛 但是我認為很多東西 其實可以把它視為挫敗 挫敗就是你是 再往成功的一個養分跟過程而已 他並不是就否定掉 你這個人所做的一切過去的事情 所以我會大概類似利用這種方式 去慢慢的跟他講 對… 對啊 就是指揮的講 這是我們研究過的 從我們家在最慘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跟他提分手 要趕他離開 對…因為我不想拖累到他 對…然後可是他一樣堅守在我的身邊 非常難能可貴 也非常… 所以說我現在每個月都是跟他淋薪水 現在能笑笑著面對 背後是夫妻齊心努力 才能讓他們的烘焙事業走出陰霾 擴大規模 更用張玉瑞童年最愛的波士頓派 創立了新品牌 我們很大的一個 就是與市場上多數的那個 波士頓在不同的地方 對…因為我們用的是百分…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用生乳鮮奶油 沒有去加所謂的那種化學合成的植物性鮮奶油 那因為這些原因我才知道 原來是這些原因造成說 原來我一個餵食道膩牛的人 在吃這種蛋糕甜點鮮奶油的時候 就是不會吃下去會胃不舒服 我在做波士頓派的時候會非常專注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的時候會把一切的焦慮 其他或是負面持續都會拋離 對夫妻倆來說 這座波士頓派是復刻童年記憶 亦是撫慰心靈 因此他們從用料到包裝上 都細細構思 賦予意義 讓大家品嘗波士頓派的當下 是快樂 是滿足 更期望和他們一樣獲得療癒 因為我們希望消費者拿到這個波士頓派 他是從拿到包裹 打開包裹 打開蛋糕盒 每一瞬間都有很開心 嘴吃滴滴 笑咪咪 當你會笑到眼角都笑咪咪的這種上揚的時候 表示你那個開心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療癒性的效果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節目內容 想要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 歡迎上臉書來搜尋台灣向前衝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吳軒怡 我們再會